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26日 又是美丽新香港楼市蓄遞的时间 最近在YouTube 都见到很多YouTuber 听到发展商说 在发展商的楼盘 很多都是 大陆人 包括高裁专裁 的人买 佔的比例 都是多过五成 那我就很奇怪 明明报纸访问的买家 都是香港人多 为什么要大陆人多呢 我原来终于出了个报告 说三千万以上的豪宅 有七成都是投人买 那一会儿我会刷解这个现象 另外太风 刚刚就有三火的塔顶 塔顶就是因为建筑期 发展商的策略错了 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发展商的策略错了 令到有三火塔顶出现 今天还会跟大家讲讲三单的二手成交 在框框里面就有三个名字 好了在未开始之前 如果大家还没订阅 请帮忙订阅 请赞助分享给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 请帮忙看完这广告 多谢大家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经常收到 这些经纪和你报成交 他们报成交的目的 就是想你 告诉你 楼市很旺 你们快点入市 最近我都收到的 WhatsApp 里面就收到 有几个经纪 都说这个 有10亿的豪宅成交 是什么来的呢 加利旗下北架山这个农区道3号 有个豪宅 叫提外 在24号 这个资标形式 发售了这个 软水B 即是别墅的B 以10亿元 沽出 赤价 86289 成为屋苑 双破顶的记录 赤价更成为 九龙区的历史新高 这个 软水B 实用面积 11500多尺 连一个15300多尺的花园 一个五房五套房的 五间工人房的设计 连带两个停车场的车库 经纪除了传这些资料给我之外 他还有附带几句 他说现在很多达人来香港买楼 所以香港的楼价一定是升 不止经纪说 在YouTube 也看到很多经纪频道 跟观众说 现在发展商通知他们 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新楼 都是大陆人买 我今天很奇怪 明明买家的访问 大多数都是香港人 为什么我说香港人呢 因为他说广东话 广东话我当过香港人 普通话的 不是很多 有时候 帖子也有几单 原来是一些专裁来买 每一个楼盘的访问 可能只有一个或者两个专裁 买了 怎么会有很多超过一半呢 终于今天的谜题 就解开了 根据众伦行一个报告 如果是超过3000万的豪宅 有七成 都是这个达人买的 只有三成是香港人买的 原来就是因为这个报告 所以有很多发展商 就发展商没说大话 不过他没有告诉你 是3000万楼上的 单位才多的大人买 但是3000万楼下 可能我没有3000万 可能1500万楼下 应该是大多数发展商的价钱 其实大多数都是香港人买的 为什么3000万以上的豪宅 是大人买多过香港人呢 其实原因就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就是 这个level的香港人 已经是买了这些豪宅的了 大家都认同 如果买了3000万以上的豪宅 那些香港人 一定不是中产 一定是中产以上的阶层 未必需要去到富豪的 只要是中产以上 都可以买到3000万 反正有很多都是上会工的 这帮香港人 其实在香港 已经有一层3000万以上的楼 即是他不会买一层 特意买回来收租 那个不是汪山 汪山突然买了一层 买回来 今天是几千万 而且在今时今日 这帮有钱的香港人 不会拿几千万 或者拿几亿 去买这些住宅来收租 他们有更好的投资机会 或者是存在银行 或者买美国债券 其实那个回报都高 比香港收租 第二个原因就是 香港人和大学人的分别是什么 香港人很喜欢 你实际一点 你不要给那么多回赠 回佣 你不如告诉你 那个资价钱 即是正价多少 大学人就不是 大学人喜欢这些小便宜 对吗 总之你告诉你 有两三成回佣 帮你代表印花税 其实买得 这些 3000万以上 或者10亿 其实有一些 特别的途径的回佣 什么意思呢 正常一般的发展商回佣 是否经地寻 回回给买的业主 但是买得3000万以上 其实有办法 就是你回给第三者 至于什么办法呢 或者找日外开一集 就和大家踢爆一下 这些回给第三者的方法 这一集我就不讲 如果你是可以回给第三者 是不是对那些托人 很大的一个诱因 因为很多时候 例如买10亿 或者买几个豪宅 都是一个公司 或者叫一个单位 但是你回佣 可以回给第三者 是否那些脑中可以收佣 那些脑中 是不是很开心 钱是用了公司 或者单位钱 但佣金就自己收 所以正是这种手法 和这种好处 就令到达人 热冲 买贵的豪宅 所以各位观众应该明白 为何三千万以上的豪宅 都是逗人买多个香港人 就是这两个原因 另外 这个黄新兴集团发展的牛头角 这个新盘太风 刚刚就录到有三宗 这个砍定国案 发展商就总共 砍定 一百零八万 我讲一下这三伙的砍定背景 大家就知道他为何砍定 这三伙都是在第一次 3月17号 那次开售的 而砍定这三伙 正正都是采用建筑期付款 建筑期付款 就比这个职工贵 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了 到了是不是买第二转 第二转 竟然那个建筑期付款 比之前的建筑期付款 7-10% 这么慢的都知道 现在我给了5%的砍 我再买 起码我还可以平均2-5% 我没理由现在 和你成为了 所以其实砍定再买 是有着数的 我觉得这三个单位 砍定了出来 亦都经过其他YouTuber 报道 那些在当日 即是3月17号 买了那些 买价 尤其是建筑期付款 每个都砍定了 对不对 坦白说 现在这个 这个太风 你这样卖法 你只卖了300多伙 你还要那几百伙 你一定要减价 你不感觉你卖不到 换句话说 每个都拨减价的时候 很多人就砍定 我估计这个太风 尤其是在3月17号 用建筑期的 很多都砍定 但我现在给大家 订阅 现在大部分人买新楼 都是用建筑期的 所以太风一定是大量砍定 那我们又是那几句话 对不对 担定凳子 买定花一身 看好戏 我们看几宗的二手成交 先来看看康宜花园 康宜花园有个两房户 刚刚是275万沽出 业主持货年 都要输105万 现在很多南筑屋中的业主 趁市王 加快沽货部分 这次的单位 就是康宜花园 Q座低层6室 上面积构是466尺 一个两房间价 最初当时 叫价6900万 最后 要减造675万 就成交了 赤价是14485 业主在2018年 是以780万 持货五年 最后输了105万 或者期内 贬值了 13.5% 看看将军澳中心 将军澳中心 有一间三房 就是900万 沽出了 业主持货五年 都要输70万 这个单位 就是将军澳中心 二座高层 F室 上面积构是684尺 是一个三房间价 近日 以900万 沽出 至于 赤价是13157 这个业主 在2019年 2月 以970万 买入来 辞货五年 今次转售 亏了70万 或者期内 贬值了7.2% 到马安山的营海 有一个两房 刚刚以740万 沽出 业主持货五年 都要输103万 今次的单位 就是 营海23座 高层市室 上面积 510尺 是一个两房间价 业主 最初叫价 是 830万 但是放了三个月 都放不到 最后要减 740万 才能输出 成交价是14510 这个业主 在2019年8月 是以843万 买入来的 持货五年多 至今 输了103万 单位期内 贬值了12% 去年2023年 撻定之王 就是王竹坑的 进环 我估计 2024年 撻定之王 就应该是 这个泰风 因为这个泰风 真的不懂 做销售策略 他那个 建期 他在3月17日的建期 是被他第2次开售的建期 竟然是贵了7-10% 在3月17日 建期只赚了5%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撻定了 再买 也有好处 加上我前面有所说 现在泰风根本是买不去 日后都要减价 所以其实 就好像我经常说 现在的新本 你越迟买就越作数 因为你越迟买就省了很多钱 所以我估计 泰风未来 将会出现大量的 塔顶 而且亦是一个 塔顶之王 因为其实他真的没有经验 做这个销售 所以令到他 和其他发展商 控制不了 风险 咦死火了 我刚刚说了 泰风出来 是不是知道 泰风制限 会不会又入了我数 但都没办法 因为各个的楼市频道 都不肯说这个真话 因为很多都是利益所在 有一些经纪台 你更加不会说 我现在看到什么 我就说什么 我未必中的 但中的机会都很大 大家又抹下 看看阿南 说话又是中不中的 好了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听 还有收睇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